詞曲 李宗盛 李宗盛 詞曲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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 請大家打開講義第十七面 我們講到幾二 傑森正義 華華金把我們修行人修行的相貌 把它比喻做一個車秤 車秤就是一種交通工具 它能夠讓我們從此案超越到彼岸去 所以修行它是可以超越的 你今天比昨天超越了 就像你的生命做的車秤一樣 你從昨天把你帶到今天 當然這個車秤的前進 它就有兩個東西決定了 第一個 車子本身 第二個 車子前面的那個引導的 是牛 或者是羊 或者是鹿 就很關鍵了 那麼車子本身按照華華的說法 它是一種質量 你一天拜五百拜 你車子廣大莊嚴 你的質量比一般多 但是關鍵是你前面那個 帶動車子那個善根力 你對佛法道法的覺悟有多深 就影響到你這個車秤 把你帶到仁天去 把你帶到惡秤去 把你帶到淨土去 或者是持續佛道 所以你的善根 決定了你未來的去除 我想我們今天會在說博世界輪迴 不完全是業力的問題 因為我們沒有把說博世界的道理參透 這是很怪 就是你的覺信不夠 你念的顛倒妄想 使你我們輪迴的 所以這個時候在整個法華的思想 啟發你內心的善根 變成是非常急迫 而最核心的佛教最核心的重點 因為你要突破 你要改變 只有一種可能 就是你自己願意從妄想走出來 而走出妄想的那個力量 就是一種覺悟的力量 當然所有的覺悟裡面最圓滿的覺悟 就是言教的思想 你跟佛陀同一個覺悟 我們希望成就佛陀的功德 必須要跟佛陀站在同一個水平上 你必須要跟他有同樣的覺悟 這個叫做因地 你希望種出蘋果 請你先準備好蘋果的種子 你不可能說是一個木瓜的種子 種出蘋果出來 不可能 你因地的時候覺悟是人天的道理 結果你變成成佛了 不可能 因果不符嘛 你的用功只是一個助緣 因緣果報 第一個因地是最關鍵的 你所有的力量都是從這個因地發動出來的 所以這就是為什麼 法律不可思議 信力不可思議 而信力是主導 所以偉大師在講法華鏡的時候講出一個總結說 諸法無信 盡誰心轉 心為菩提 一切法器菩提 心為名利 一切法器名利 所以你所修的法到底要去哪裡 諸法無信 那麼誰主宰這些法呢 當然是盡誰心轉 你內心的覺悟嘛 你自己的準備到什麼程度 你的學習到什麼程度 你就帶動你所有的資料到你相應的地方去了 所以你為了不敵而修一切法 這些資料是往不敵的方向前進 當然它的速度的快慢 可能影響到你的時間 但起碼你走上一個正確的跑道 這個道是沒有錯了 所以當你覺悟正確的時候 你走上一個正確的往生之道 成佛之道 所以我們在剛開始踏出第一步的時候 一定要注意你的陰地的第一個陰地 就是你的覺悟 是不是一個很圓滿的覺悟 其他都可以慢慢來 那麼為了這樣的一個陰言 佛陀才出事了 就是佛陀出事的目的 所以其實佛陀講很多法門都是幾次 其實佛陀是想辦法去啟發你的覺醒 你的覺悟 這是關鍵的 這就是為什麼佛陀開出了通五十 我們看佛陀為什麼要把這個五十呢 把它開展出一種融通通 通前通後的情況 我們先看第一段 先明通五十者 自有一類大雞 急於此土見華藏見 舍那生土常住不滅 則華言通後繼也 只經華言入法戒品 亦斷不在三七日中 佛陀在世的時候 有一類眾神叫做大雞眾神 比方說文殊菩薩 比方說普賢菩薩 這些菩薩都不是今生才親近佛陀 以成供養十方諸佛 直重德本 那麼經過多生多久的善根的啟動 他們都已經跟佛陀同一個覺悟 同一個心性 只是知良還不具足而已 那麼這個時候他遇到佛陀的時候 他在佛陀身邊 他看到的是什麼佛陀呢 以他的大聖善根烈 他看到的佛陀 從正報是奴聖那神 佛陀現住的千丈的 無量功德莊園的奴聖那神 那麼他看到佛陀旁邊的一報是什麼呢 是華藏世界 是七堡莊園的華藏世界 而且是常住不滅 因為佛陀的報生是有始無終的 你不可能看到佛陀的報生入滅這件事情 不可能 只有櫻花生會入滅 所以這個文殊菩薩 他根本就沒有看到什麼八象成道 他一看到佛陀就是現如生那神 然後一直到結束為止 從來就沒有看到佛陀入滅 所以我們可以看到這華藏是通 通於佛陀晚年 通前通後 也可以說一切實為大根基的菩薩 佛陀同時為一切大根基的菩薩 經常的先說華藏的思想 事事無礙 讓那些菩薩呢 不斷的進步 激發他們不斷的進步 舉一個例子 比方說八十華藏裡面的 八十華藏他在七處八會講 總共有最後一瓶叫入法界品 那麼這一瓶講到善財同時五十三餐 絕對不可能在三七日這麼短的時間講得完 不可能 因為他的處所太多 這個法界品 這個法界我們解釋一下 我想我們每一個人 一旦你開始修醒的時候 你的生命就進入一個法界 一個法界 當然你現在是一個因地的法界 但是在因地的法界成熟以後 你未來就變成可以受用的果報的法界 你現在叫做修陰 未來叫做成果 但是你現在的法界 你就可以看得出來你未來是一個什麼相貌 所以在唐朝的清涼國師 他說你一個人拜八十八佛 持戒念佛 你進入一種法界 他把這個法界由淺入深分成四種法界 第一個叫做四法界 我們剛開始學佛是一種信仰 可能對佛法道理不懂 但是我們就過去的善根的啟動 一種信仰 唱唱圖相在 做做義工 回去拜拜燦 持戒念佛 但是我們內心是心髓進轉 我們是用過去的攀岩心 攀岩外在的相狀 來積極質量 就是說你的心完全在有為的事下活動 你完全沒有內觀的力量 就是你這個人從來不知道 一點都不知道把心帶回家 一點都不知道 你根本不知道心中有個家 所以你完全跟著妄想而走 但是你也積極質量了 這叫四法界 當然這個地方也註定了 你是活在人天的善法當中 第二個禮法界 這個禮法界這個人開始內觀了 因為他開始寫金剛 寫楞年金 開始內觀真如 內觀真如以後 他就用空觀的智慧離一切相 雖然他不能消滅所有的妄想 但是他能夠怎麼樣 不隨妄轉 心腸絕照不隨妄轉 所以這進入禮法界了 他開始內心有少分的安住了 他呢 是從一念的清淨心來修起一切善法 所以就進入禮觀法界了 第二個 禮世外法界 那麼他從一種空性的智慧離一向 他又從法華的思想得到啟發呢 他開始發菩提心了 清淨心跟菩提怨的結合 從風諸甲 一心萬恨萬恨一心 他不但是心中安住 他的法跟心啊 產生的雙向的交流 一心帶動萬恨 萬恨又加強他的一心 所以他開始禮觀跟世修產生交流的時候啊 他這個人進步就很快了 因為他每一個修法對他都是一種啟發的真上的覺悟 這個法華經強調就是禮世外法界 那麼最高的按照華英的思想就是世世外法界了 隨臉一法就是一真法界 所以他修布施的時候 就包括了慈戒人入禁定禪定智慧 修慈戒的時候也技術的布施所有的誘渡 所以他是一個一為無量無量為一的不適義法界 那麼這四種法界當然前前階隱身後後 後後涵蓋前前 華英經的就是世世外法界 佛陀為這種根熟的菩薩呢 開顯一真法界就是 隨臉一法就是一為無量無量為一 其實華英經的思想啊 在禁土中在密中啊 應用非常廣泛 你看禁土中 你看彌陀耀姐常常有華英的思想 他當然也有華華的思想 華華怎麼說呢 你看彌陀耀姐怎麼說 他說啊 因為無量光顧 所以成就眾生多善根 佛陀過去生的善根啊 所以他這個佛號有無量光的功德嘛 所以你的心一接觸的時候 對你善根有啟發作用 當然你必須要準備好了 第二個 因為無量受固 所以你有多福德嘛 所以你憑什麼受持極樂世界的功德呢 去保持八公德水呢 你這輩子什麼事都沒有做 只是在佛堂念佛 來生到禁土去了 那這因果怎麼解釋呢 極樂世界不是你創造的 是阿彌陀創造的 但是你卻可以受用 那這樣子是不是違背佛法的意言觀呢 沒有 因為你有練佛 諸位 一個準備好的人 他在操作佛號的時候 他可以怎麼樣呢 轉他成智 他有這種覺悟的力量呢 他可以把這個阿彌陀佛的善根 轉成自己的多善根 他把阿彌陀佛無量節的福報 轉成自己多福德 因為佛陀準備好了 你也準備好 所以透過佛號做橋樑 你可以把佛陀的無量光 轉成你的多善根 你可以把佛陀的無量壽 轉成你的多福德 所以你有資格 所有其樂世界的功德專業 我會當時這樣解釋 不可惜 這就是事事無外嘛 佛陀的七百十八功德水 能夠放在一句佛號 這就是無量唯一嘛 但是你能夠把佛陀的佛號 轉成你未來的功德 就是一為無量嘛 所以我會當時解釋 佛陀要解說 禁讀法門是華言傲葬 華華蜜誰啊 他處處有華言的思想 處處有華華的思想 當然密宗也是有 你看密宗他關那個合理 是吧 他就是一個種子制 但是他種子本尊的功德 但是你得要啟動出來 你也找到他的密碼 你要有這樣的一種覺悟 要不然你看到喝理 就是一個字而已 所以你看同樣進佛號 偶一道師說 有些人聽到佛號 他只是一個音聲 有些人聽到佛號 就聽到糖果 就是消除你醉照 增加快樂 有些人聽到佛號 那是進入佛法界 眾生心勾勁 菩薩引現中 你準備到什麼程度 佛陀就給你什麼東西 那麼當你準備好的時候 然後你生長在佛式 你看到的佛陀就是 遠大教說法遠 陳大海獻寶寧 你看到的是華藏世界 看到的是千丈奴如山那森 看到佛陀是實實講華原世界的一陣法界 這是第一種最殊勝的根基 他已經準備好了 我們再看第二種人 附有一類小姬 始從陸苑中至賀林 唯文阿涵皮尼對法 則三藏通於前後明矣 張安如此破斥 癡人和尚執迷 有一種人 他的根性已經成熟 就是定性的 從他學佛開始 他就是耗耀阿涵 歡喜視為苦地 把出離禪戒 當成他學佛的唯一的目標 所以這種人遇到佛陀的時候 他看到的是佛陀現出 藏六的老比丘像 那麼從開始的成佛的說法 佛陀成道以後 先到陸也宴度五比丘 那麼最後滅度的時候 在白賀林 就是索羅樹林滅度 所以他一輩子 只看到佛陀說阿涵基因 講匹尼 就是介立 講阿比達摩論 阿比達摩叫做對法 就是正確的法門 對觀四地 對向涅槃 因地就是對正確的觀察四地 果地呢 就是正確的七向 偏攻涅槃 那麼也就是說呢 三藏教是通前通後 明以 張安如此迫事 吃人和尚吃米 還在講說阿涵十二方等罷 這個就錯誤了 所以你看有些人他說 大聖非佛說 大聖非佛說 這個值得我們同情 因為有些人 他一輩子就看到佛陀 像張柳比丘效 他也沒看到佛陀講過大聖法 所以他個人的理解就是這樣子 就是說他親近佛陀以後 一直到佛陀滅度 他從來沒有看到佛陀 跟他做一次的大聖法 一輩子替小聖法 不可思議 有些人他一輩子看到佛陀 簽葬如善那身 有些人一輩子看到佛陀 獻葬六比丘身 所以這個就是你自己的準備 佛陀不能改變你的善根 佛陀可以為你做很多事 但是唯獨善根不能改變 我們看第三 富有一類小姬 宜聞彈赤包炭而生恥目 佛即未說方等法門 啟得局在十二年後僅八年中 且如方等陀羅尼經 說在法華經後 則方等意通前後明矣 那麼有一類的也是屬於小根基的 那麼他經過阿含經的這個 調伏煩惱的處分過程 他的初衷煩惱已經調伏了 但是他還沒能夠恢復信性 這個時候他已經適合來聽這些方等的 彈偏至小探大包炎 能夠恥小目大 這個時候佛陀當然不可能等待了 當下為他說方等法門四教必談 不可能說極限在十二年後僅八年當中 舉一個例子 比方說方等時的陀羅尼經 說在法華經之後 則方等意通前後明矣 其實淨土的經論 淨土中的經論 在天台的叛教也是方等時 為什麼呢 因為淨土他秀出了阿彌陀的功德 佛力不可思議 但是從顯露意來看 我們看不出來我們的心意不可思議 你說你讀阿彌陀軍 你會讚嘆阿彌陀佛的廣大功德 一報莊嚴 正報莊嚴 然後所有的一正二報 會歸到一記佛號 名號功德不可思議 佛力不可思議 但是你會讀出心力不可思議嗎 你的一念心意有這種得人不明顯 不明顯 當然偶爾大師不可思議 他就開出了閃力不可思議 心力法力佛力 但是從顯露意來看 方等會上淨土中 從顯露意 他主要是要修貴意 從淨土法門裡面 我們看不出有內觀的智慧 看不出來 不明顯 他偏重在外順彌陀 就是你順從彌陀就好 你只要相信彌陀的功德 然後順入 你就能夠得到彌陀的救吧 但是如果從祕密意 祖師的開顯 他也有一種隱藏的要理 你必須要以佛心為己心 以佛制為己知 就是佛陀準備好的 你也要準備好 才有辦法感應到教 所以他偶爾大師講 人念的心不可思議 手念的佛不可思議 所以一念相應一念佛 念念相應一念佛 所以他雖然是方等會上 但是他密全言教的思想 裡面有心性的功德在裡面 你簡單想嘛 你憑什麼轉他成職 憑什麼 你憑什麼繼承大父長者的兒子 如果你跟佛陀沒有交集 佛陀是一念親近心 你是打妄想的心 如果這兩個心完全沒有交集 你認為感應到教可能嗎 這兩個人完全走在不同的道上 一個人往東邊走 一個人往西邊走 他們兩個生命會有交集嗎 我們假設 我們的心跟佛陀的心 是完全沒有交集的 佛陀的心是功德莊園 我們是電導妄想 你說這兩個心怎麼可能信心相應感應到教 憑什麼 肯定是有交集嘛 就是 當我們把妄想撥開來的時候 我們看到本來面目嘛 當佛陀把功德莊園撥開來的時候 它也是本來面目嘛 所以 我雖異業障深重 是彌陀心內的眾生 彌陀我雖萬德莊園 是我心內之佛 既然心性不惡 自然感應到教嘛 這感應到教是從 自他不惡安利的 外在的妄想不能去障礙心性的本質啊 這就是為什麼臨終的時候你要保持正念啊 你臨終的時候 你的狀態 跟佛陀的心態 要怎麼樣 要隨順嘛 所以 贊導者講順從嘛 你不能夠說臨終的時候你打你的妄想 佛陀安住心性你打妄想 那你怎麼順從呢 你跟佛陀雖然是有很大的資糧 但起碼你怎麼樣 至少兩個人是同一條線嘛 同一個跑道嘛 同一個心性嘛 你至少安住嘛 你至少是以佛心為己心 以佛智為己智 你臨終的時候跟佛陀完全沒有交集 你說這兩個東西怎麼感應到教啊 你說我道理我聽聽看 你打你的妄想 佛陀安住48月 你打你的妄想 這兩個怎麼感應到教呢 你肯定是不隨妄轉嘛 感應到教不是單方面的 雙方都要準備好 所以你自己的安住很重要 我們必須把佛心跟眾生的心啊 找到一個共同點 那兩個人都站在共同點 才能夠 人練的心 手練的佛 自他不二感應到教嘛 所以我們先撇開知良力 撇開業力這一塊 雖然我有生死業力 雖然佛陀有功德莊嚴 這個是外在的東西 我們這把外在的東西把它撥開來 知良不會障礙你往生啊 業力不會障礙你這個往生啊 但是你一起顛倒就沒辦法 因為信心不相應啊 所以方等會上 佛陀的確把他的功德秀出來 那種凡夫二秤 產生廣大的羨慕和信仰 但是從顯露意 沒有明確的說明 眾生本據 諸佛所征的一領情形 是應該安住的 沒有明顯 我們再往下看 負有三成 虛力色心等釋出釋法 佛陀未說般若 一一會歸磨合眼道 顧雲從初得道乃至尼環 於其中間常說般若 則般若亦通前後明矣 有一種神秤的修行者 生物圓絕菩薩修行者 他必須要經歷色心等釋法 釋間法就是凡夫的有肉的苦疾惡地 初釋間法就是初釋間的 道滅的這種慶禁的功德 就是釋出釋法 雜染法慶禁法 依法會歸大乘的空性 所以佛陀必須為所剝裂 顧雲從初得道乃至尼環 於其中間常說玻雷 就引證了 玻雷一通前通後明矣 這個玻雷法門是很關鍵的 我們活在妄想是有原因的 因為我們心中累積太多影像 這個影像有兩種來源 第一個錯誤的學習 第二個生命的經驗 尤其是生命經驗對我們影響太大 就是我們從小到大接觸了很多人 遇到很多事 當然有些事情對你的刺激不大 所以就這樣過了 它沒有沾到你的心上 但是有些人是對你會有產生極度的痛苦 有些人是對你產生極度的快樂 這兩個東西問題就嚴重了 它給你印象深刻 它使你揮之不去 它這個影像叫怎麼樣 住在你的內心 那麼這個時候累積久了以後 它就障礙你的心心的開血 所以幾乎所有人一個人 要把心帶回家之前 都要把心中的影像清空一下 這個很關鍵 我認為一個人不知道空性 你不可能了解心性 不可能 因為你心中的妄想 對你的刺激太嚴重了 你要先擺脫妄想 雖然沒辦法斷除妄想 至少你要能夠擺脫妄想 跟妄想脫鉤 心性才會浮出來 所以在整個 我們要誤入心性 要把心帶回家的過程當中 空法的學習是關鍵 而空性的思想 它的目的 建立一個無所得的人生觀 很關鍵 因為無所得 所以你無所求 因為無所求 你所以無所住 你無所住 你就升其心 它是有邏輯觀念的 我們之所以會向外攀岩 你要把根本研找出來 因為你認為你會得到東西 因為你當然認為向外攀岩對你有好處 要不然你知道為什麼你會攀岩 為什麼忍者心動 但是這種錯誤 對我們傷害很大 我們的生命 從空性的角度 引起信空 就是因言和和希望有勝 因言別離希望明滅 空性的理解它從兩個角度 從因言的開合 首先生命是怎麼開始的 因為因言的和和才有的 所以生命是沒有開始 你有開始嗎 沒有嘛 生命本來就無中生有 你從空性而來 你本來就有今生嗎 你本來就有這個家庭嗎 你本來就有這個身體嗎 當然不可能 那你為什麼有呢 因言和和 你過去的夜成熟了 啪 現出來 好 最後的結果是什麼 因言別離希望明滅 你這個生命可以把它帶到來生去嗎 也不可能 你在哪裡出生 你就必須把身體放在這裡 你來地球瘦身 來瘦破世界瘦身 你所有的東西 就必須要放在瘦破世界裡 你就一念的心思離開而已 所以最後也沒有結果 所以建立一個人生沒有結果 就像做夢 你在做夢的時候你把它當真 那你醒過來的時候 你不可能把第一個夢境帶到第二個夢境 你不可能嗎 也就是說人生是沒有結果的 這個時候你的心就知道 你向外攀遠對你毫無意義 因為你不可能因為攀遠對你有什麼幫助嗎 你反而因為向外攀遠沒有安住心性 障礙你的前進 障礙你的前進 障礙你的進步 讓你跟佛陀的距離拉遠 佛陀想救你都很困難 所以這個地方是說明什麼呢 波雷的空性 雖然它本身不是一種項鍊的觀照 它只是空掉外境 但是空性是一個很重要 誤入心性的一個過程 所以這個波雷法門必修的 必修的 好 我們再往下看 那麼透過波雷的空性 把心性歸離你以後 你心中的影像慢慢的清楚 你就可以真實的 跟佛陀站在同一條線 我們看下一段 父有根熟眾生 佛籍為其開拳顯實 開機顯本 絕無留待四十年後之裏 但佛以神力 令根未熟者不聞 那麼另外一個根熟菩薩 如果說 他經過前面的阿涵 就可以直接誤入 或者還要去過方等再誤入 或者他直接接觸空性以後 他已經可以成就善根了 所以佛陀就直接開拳顯實 把法門的拳法 開出一念心性 把佛陀的一起的視線 打開顯出法身的長處 那麼這個時候 不可能等待四十年後 再講華華鏡了 只是佛陀在講華華鏡的時候 以神通力使力 某些的根未成熟者 暫時不聽聞 如此而已 我們再往下看 來 故智者大師云 法華曰 顯露邊 不見在前 秘密邊論 理無障礙 且如今云 我習從佛 文如釋法 見諸菩薩 受祭做佛 如釋法者 岂非妙法 又泛往今云 無今來此世界八千返 做金剛花光王座等 岂非亦是開機顯本爺 那麼他 偶爾大師引用 智者大師說 華華鏡 從顯露意來說 不限在前 從文字的表面來看 我們不明顯看出 阿涵方等玻璃 有要我們回光返照 開選我們眾生本據 諸佛所證的一頁信息 不明顯 佛陀告訴我們修苦地 修對峙法 修空信 佛陀前面 避免要我們回光返照 正念真如 但是從秘密意 從他裡面的這種 這種弦外之音來看 其實他的道理 有這麼一點道理 比如說金剛經 金剛經你叛教 叛作通教 波雷史 但是金剛教 一無所住而生其心 其實就有華華開潛顯示的味道 他告訴你 一無所得故 無所求 無所求故 無所住 無所住故你就 脫離妄想 開潛心心 就生其心 他這個空信 轉成心性 從秘密意 有這麼一點 啟發在裡面 所以約閑路 約秘密意 到底是通前通後的 舉個例子 比方說 在經典上說 我惜從佛 文如釋法 見諸菩薩 受去咒佛 這是華華經 那麼在華華經上說 這個說 我過去 在未講華華經之前 就看到佛陀為菩薩受寂 那麼當然這個受寂就是 文如釋法 這個受寂作佛就是妙法 佛陀開啟 直接開啟眾生的一念心性 這個所有的宗教 佛教是最不可思議的 我們沒有看到哪一個宗教說 你最後修行的結果 會跟教主一模一樣的 不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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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受寂作佛 說你最後跟我一樣 因為在所有的教派裡面 都沒有內觀真如這個概念 都是用一種外延的心事 去修皈依 沒有說內觀真如 外是彌陀沒有這種概念 沒有內觀真如這個概念 少了這個動作 所以變成所有人變成是 教主的子民 持有佛教 建築菩薩受寂作佛 這個是佛教不共的傳承 也是佛教的核心思想 那麼 舉一個例子 如華元經 華元經上說 我經萊索博士界已經八千次了 那麼這個是基門 但是本門做金剛華王王座 我的本門 法生報生如如不動 獻簽證的盧善那生 做金剛華王座 這個也是開其前本 又有 範網經是判作華元史 所以佛教在第一時 從秘密義 也有華華經的思想 是這個意思 好 我們看最後總結 佛有眾生 因見涅槃而得度者 佛即是入涅槃 故曰八項之中 各具八項不可思議 且大波涅槃經 追緒阿舍世王 懺悔等元 並非一日一夜 終是也 那麼最後 佛有眾生 那麼這個眾生呢 因見涅槃而得度者 佛即即是涅槃 因為這個人他看到佛陀 長久住世 他會產生一種 不好的念頭 心生清慢 那麼有所依靠 心生清慢的佛陀 就趕快為他實現涅槃 讓他趕快產生 從涅槃當中 因為他老是向外攀 有人說佛陀還在 那麼他當外境失去的時候 他自己會向內安住 那麼所以說 八項之中 各具八項不可思議 八項成道 也就是說 雖然他的八項 是佛陀的出身 然後出家 成道 轉法輪入涅槃 但是 也可能佛陀在說法的時候 有些人都看到佛陀入涅槃 他每一個項 又記住八項 舉一個實際的例子 智者大師 智者大師 他在修法華經的時候 他剛開始不是 一開始 親近 惠師禪師禪師 惠師禪師禪師不是修法華經 修法華三妹嗎 他得到賢陀羅尼以後 他入了三妹以後 見到臨山會上 掩然未善 也就是說 還在定中 看到佛陀還在說法華經 諸位 定中意識 只有限量 不可能答妄想 不可能比量 也不可能費量 它一定是實際的情況 那麼 我們看佛陀已經入滅了 這個涅槃像 對不對 但智者大師在禪定中 在涅槃像裡面 看出的說法像 佛陀沒有入滅 所以這個八項成道呼喚入射 每一個像 又有八項 這個就是通融通融的情況 所以佛陀在教化弟子 是不可思議 完全看你準備好了沒有 因人而異 再舉一個例子 比方說 八波念盤經 追溯阿瑟士王懺悔得言 並非一日一夜之事業 在念盤經裡面 講到阿瑟士王的懺悔 阿瑟士王他 他想要做佛 他想要做 就是這個提巴達多 想要做新佛 但是他沒有勢力 他就拉阿瑟士王 他說阿瑟士 他叫阿瑟士王 把他的父親給推翻了 阿瑟士王做新國王 那麼這個提巴達多多做新佛 所以兩個結盟之下 阿瑟士王就把他父親給關起來餓死 餓死以後 當然這個殺父的逆罪 他最後晚年的時候 身體斬滿了毒倉 照外道啊 給他施什麼法都沒有用 後來 後來有個大臣找那個齊婆 名義過來 齊婆就說 說國王啊 你感覺怎麼樣 阿瑟士王說 我身不安穩 你心不安穩 齊婆為了把罵以後說 我可以是你的生病 但是你的心病 我沒辦法治 你的病原在心 因為你的痛苦 大王的痛苦來自於內 既來自於心 還從心面 你也必須要從內心消滅的 這個病才會好 那麼阿瑟士王說 我怎麼能夠消滅我心不安呢 他說你要向佛陀懺悔 然後齊婆就帶著阿瑟士王 去金色跟佛陀懺悔 佛陀跟他講的一些祭壽 歸納成兩層意識 第一個 講業性本空的道理 可以看得出阿瑟士王這個人 大聖善跟神厚 他一死的造罪啊 佛陀會跟他講業性本空 這個人剝裂的思想很深啊 所謂你過去造罪呢 是一列的妄想 翻演一種希望的境 所以造罪了 既然你今天懺悔了 這個 罪從心體將心燦 心若滅食罪一網 他不是真實的 你既然懺悔以後 你就要放下 告訴他業性本空 第二個要到發大事業 你要重新發願 行菩薩道 那麼阿瑟士王在佛前 他懺悔發願以後 他沒有多久死掉以後 因為他的罪業的力量 因為懺悔還沒有 不可能懺得完全乾淨嘛 他墮入到地獄 看到地獄的火的時候 因為懺悔的善根 起大慚愧 從地獄當下彈出來 又得一個果報 就是這樣子 因為他有懺悔的 善根的人 他奪到地獄的時候 他馬上彈出來 那麼這個事情 在念凡經裡面講得很清楚 絕對不是一日一夜 那麼這個地方呢 是說明了佛陀的說法 它有融通的情況 就是 你如果生長在佛式 那每一個人見到的佛聲 聽到的佛法 就各式各樣了 就是 你是什麼善根 這一百多個人 每一個人看到的佛不一樣 聽到的法完全不一樣 這叫通五十 佛陀的法跟你的根基 非常地掌握得非常地精準 剛好是你要的東西 但是他的目的只有一個 就是趕快啟發你的善根 其他的你都可以慢慢來 好 我們這個通五十講到這 大家有沒有問題 請說 師傅慈悲 例子想就是上堂課 在講義第十三頁 有一段要跟師傅就引證一下 那個 重複三權 這個三權是不是障通別 這三個權家 對對對 張通別 三種權法 就是說 涅槃經 他是 開顯新信 但是他把張通別的法 再重複的再說一次 法華信就沒有 法華信就直接開顯新信了 所以他代通別說言教 他有一種 他一方面強調權法的重要 一方面強調新信的關鍵 弟子還有另外一個問題 阿羅漢國 阿羅漢 阿羅漢 那一部分的阿羅漢 他後來就回小巷大 就出來了 那師傅也提到就是 另外一部分的阿羅漢 就變成定性 他滅視楚空 就變成定性阿羅漢 那就很難出來 所以師傅常常提醒我們 就是一開始就要發心就要對嘛 那可是師傅也提過說 沒有一個人是永遠做阿羅漢的 那這個道理是不是就是我們平時說 我們也是未來佛嘛 也沒有一位是 仿佛是永遠做仿佛 遲早會成佛 是不是同一個道理呢 我們本來跟阿羅漢比啦 阿羅漢是個聖人啦 當然一個聖人 他的問題只是凶量問題啦 我們除了凶量 還有煩惱的問題 還有罪業的問題 阿羅漢已經處理一部分的問題 他把生死的煩惱罪消滅了 但是他對於佛陀的那種功德莊嚴 他沒有一種承擋 他認為這個東西跟我沒關係 那麼當然作為佛陀 佛陀施設教法的時候 佛陀他的系統啊 他是一致的 他既然有辦法讓你爭奪阿羅漢 他一定有辦法把你帶出來 因為他的那個system是同一個體系的 除非你學外道 那我有沒有辦法 比如說你成就是屁思佛 那這個就問題比較困難 如果你阿羅漢肯定 聲文一定是跟佛學習 有另外一種人是原覺 這個就比較麻煩 獨覺 他的陣入偏空裂盤 不是因為佛法 這個就比較麻煩 這個以後不知道該怎麼辦就不知道了 那師傅為什麼會說 沒有一個人是有養著阿羅漢的呢 那就是遲早他會出來 那他是怎麼樣出來呢 這種情況 阿羅漢其實按照佛法經的意思 他認為他到偏空裂盤對不對 其實他入滅的時候 生到十方佛圖的方便有養土去了 沒有偏空裂盤 在天台的叛教有一種叫做 有位無人 就是有一個接位 但是沒有這個人 但以假名子引導一眾神 我講一個法華經的譜語 佛陀說 佛陀說 佛陀說有個房子起火了 起火的時候呢 這小孩子 他不願意走 他不知道怕 這個時候佛陀就 這個長者就緊張了 你跟他講說 外面有什麼東西 他不見得會喜歡 只好講他喜歡 外面有洋車喔 因為這個小孩子喜歡洋車 他什麼都不喜歡 說外面有一個洋車等著你 結果這些小孩子就跑出去 跑出去以後 就離開了佛仔 離開佛仔以後 就坐在草地上 就很快樂了 很快樂 遇到長者說 你說給我們洋車 洋車在哪裡呢 我都說 這就是那部車 這不是洋車嗎 結果佛陀給他 大白牛車 更好 那麼這個時候佛陀就問生物人說 你可以說佛陀打妄語嗎 不能說他打妄語 未失事件 其實佛陀說 其實沒有洋車這個東西了 但以假名字引導引眾生 結果說 這個人 他一聽到偏空裂盤這四個字 起大歡喜 佛陀何樂而不為呢 佛陀就按一個偏空裂盤嘛 其實他認為他入偏空裂盤 結果入了十方佛土去了 不過諸位你要知道 阿羅漢的聖人有什麼差別呢 他看到大聖佛法他不會排斥 他可能會覺得說 因為佛法十方佛土中唯有一聖法嘛 他同一個體系的嘛 他會覺得說這個大聖的功德啊 聖聖聖聖聖聖聖 會毀謗大聖的絕對是沒有入聖位的 出國以前的有可能會放大聖 一旦正著出國 他入法性以後啊 因為佛陀的法性是同一法位的 不管是空性不管是心性 他同一個法位的 只是淺身不同 所以阿羅漢一旦升到佛土去 他會感恩佛陀 他會說哎呀佛陀雖然暫時用假名字引導我 但是我得到了更多 我生長 你看那個十方佛土中 是不是有一個方便有意圖 對不對 那個誰受生你知道嗎 就是阿羅漢去的唄 他升到十方佛土裡面的方便有意圖 繼續地親近十方諸佛 學習佛法回小巷達 當然你如果說直接化大聖佛法的人 那你親近佛陀 可能就直接八地 直接出地八地了 諸位 你的準備很關鍵了諸位 諸良可以慢慢來 但是你的善根 會決定 你未來遇到什麼樣的善知識 你聽到什麼法 也決定了你到底在佛道的過程當中 你是在旁邊暫時地休息 還是直接去祝大乘 這個是非常關鍵的 你的善根力 這個是整個佛教的核心思想 當然你這個東西你要生長在佛式 你就很明確了 因為我們離開佛道太遠了 所以我們不知道佛道當初是怎麼 怎麼教化眾生 原來這個五十是有通別的 有些人一切實看到阿涵 一切實聽到華言 一切實聽到方等 一切實聽到法華裂盤 那就是你個人的準備了 那就是你個人的準備了 請說 師父慈悲 師父提到說那個華元經跟法華經 兩本經都是說一佛稱成佛的因緣 但是一個是對跟守眾生宣說 然後法華經是對凡夫宣說 可是我們看那個講義的講表裡面 華元經它是被判作是原教兼待別教 可是法華經是為凡夫宣說 而且是次第說法 那這種情況 可是法華經卻判作是純粹的原教 要怎麼樣去理解這個叛教 謝謝師父 好 作為一個原教 它除了功德圓滿以外 它這個語言還有一種圓滿的意思 就是它必須要射受根基 要圓滿 華元經的原教 是開顯佛陀果地的功德 不是每一個人都能夠誤入的 佛性每一個人都有 佛德不是每一個人都有 所以華元經就是說 它這種原教是可益不可求 不是每一個人做得到 但是法華經的原教 只要你努力 你精神可以成就的 我讓你把心帶回家 這是透過學習 透過思維 你精神就可以達到的 所以華華的原教是因地的佛性 華元經的原教是果地的功德 你這樣講好了 華華經的原教是個個有希望 華元經的原教是人人沒把握 就是說華華經的原教 它射受所有的人 不管你過去造了什麼罪 不管你過去造了什麼妄想 你只要肯學習 你至少可以把它自己的心 這個因地先斷正 這是可以透過學習努力的 但是華元經不是你精神努力就做得到的 這種四四五外 你現在的血已經來不及了 來不及了 所以我們只能夠讚嘆 所以我們現在的操作是這樣 我們基本上一般都操作 談到心力不可思議的時候 用華華經 但是我們在學習佛力不可思議的時候 用華元經 就是佛陀到底怎麼回事 佛陀為什麼會把這個四四八月的功德 把它設置在一句佛號上呢 你就要用華華華經來思考 就是說思維佛德 我們用華華華經來操作 思維你的心性 你的心力到底怎麼回事 根據華華經 這樣懂吧 就是你自己的準備 你就學習華華經 你對佛陀的理解 你要根據華華華經 後來的操作是這樣子的 所以華華華經為什麼他的言教裡面加一個間別教 因為他把很多眾生排斥在外 比方說 凡夫二秤 有眼不見 奴色身 有耳不顏度教 他根本沒辦法受益 所以他就著色受眾生來說 他說沒有華華華經那麼廣 華華經是 他是講到 你只要安住心性 你就可以住華華三妹了 所以他的基是圓滿的 華華經因為他是少數人特有的 所以給他一個別字 他還是有所差別 是這個意思 不是說他的道理不圓滿 而是他的基 他的根基 不是每一個人都可以做得到 好 我們今天就是上到這兒 下下文常 復再來日 回向